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希望之称国际广播电台机松时段 由琳达为您送上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时事小品 9月10号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启动传承计划 他宣布用一年的时间交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职位 大家好 上周一9月10号是中国的教师节 教师节这天有个大新闻 大家都听说了吧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教师节这天宣布将于明年教师节这天退休 届时马云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 由现任CEO张勇接任 并且马云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去向 退休后将转行当老师 中国教师节将迎来史上身价最高的老师 马云突然提出退休 有分析认为这折射出中国的政治环境正在恶化 经济环境日趋艰难 这位纪留 不要动不动把什么事都往阴暗面前 事实上马云的急流勇退 正是他觉悟过人的表现 大家还记得他花一元拍的攻守道吧 在影片中他施展马氏太极 大败哥禄武林高手 这表达的正是商界打拼的初级境界 武功再高也怕钱包 在影片结尾他败在华山派 派出所在门前 这表达的正是商界打拼的终极境界 钱包再鼓啊也怕菜刀 去年马云从公开表示 将来要把支付宝交给国家 今年他又宣布退休计划 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 所应有的高峰亮节 不过早在2013年 马云接受时尚先生采访时曾谈到 已经预知自己的结局 并直言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今年肖建华吴小辉叶剑林等大陆富豪先后被查 以及大连富豪徐民 央视女主播刘芳飞的丈夫刘夕勇都死于狱狱中 这些都印证了马云的话 所以如今马云的激流永退 更像是出乎于某种不安全感而作出的决定 这位记者你不要断章取义马云的话 事实上他在去年的乌镇互互联网大会上还说过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生活在这么安全的国家中 马云怎么会有不安全感 总之大家尽管放心 马云的退休计划完全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和教师行业的憧憬 好了不说马云了 换个话题 这位记者 发言人您好 中共将数十万维吾尔族人关押在集中营 并且很多人在集中营遭受酷刑被曝光后 引起国际社会震惊 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讨论 对中共迫害少数民族的罪行予以制裁 卢比奥等国会议员呼吁 不仅对向中共提供监视设备的海康威视 及大华技术公司采取制裁 还呼吁川普政府动用全球马格尼次机法案 对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七名 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 冻结期海外资产 拒绝期入境美国 请问您有何回应 啥 不让入境也就算了 还要冻结资产 这也太损了吧 希望美国政府不要被谣言所蛊惑 我们在新疆建的不是什么集中营 而是再教育中心 在再教育中心中生活 会感受到春风话语般的温暖 吃饭前要感谢党 饭后集体学习共产经 通过互相批评 帮助别人提高 通过自我批评 实现自我改造 通过这种再教育 彻底的清洗了他们头脑里的毒素 治疗效果显著 正如环球时报所说的 为了维持稳定 所有的措施都可以尝试 再说了 我们在中国干什么 关他美国什么事 还是那句话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下一段时间 京东放始人刘强东 在美国性侵明尼苏达大学女生后 关键证人将受害人 拉入刘强东办局的 卡尔森管理学院副教授崔海涛 已经火速回中国 有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北京当局正在插手干预 对受害女生以及女生父母施压 要把受害人也逼回中国 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下 你们总说明尼苏达女大学生 别忘了 她首先是个中国人 是中国湖北武汉的一名留学生 在关系到祖国荣誉的问题上 应该施大体 先把个人恩怨放一放 有啥事先回家再说 这有什么问题吗 再说 美国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我们发现美国中华使馆 在微博发文 介绍明尼苏达州相关性侵法 你要谱法 回美国谱去啊 在中国的微博上 谱美国的法 这是用心险恶 美食馆谱法 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性侵害在美国明州是重罪 分为五级 而刘强东 涉嫌的是一级重罪 最高可判三十年 如果不普法 怎么能让其他人引以为戒呢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中国两大电商巨头 阿里巴巴马云和京东刘强东 马云要当老师去了 我们不能再失去刘强东了 刘强东还年轻 还憧憬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如果他真的被美国关上三十年 这事就麻烦了呀 这不错过了参与 向共产主义过度的重要历史进程了吗 发言人你好 据摩坤大通最新研究报告表示 如果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可能导致中国失去70万工作岗位 若关税战再升级到 对所有中国商品征税 中国将流失550万工作岗位 有评论分析认为 北京有可能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 来应对贸易战 而这部分阶层的人约有一到三亿人 请问您怎么看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在历史上如此 在今天仍然如此 在历次的困难面前 我们胜利的法宝就是以人为本 啥 不懂什么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就是以老百姓为本钱 中国没别的 就人多 这么多人共度时间 不幸靠过美丽 至于你说的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问题啊 应该这样看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 就是消灭私有制 现在只是先请一部分中产 提前达标 至于我们的奋斗方向 并不矛盾 有人把中产比喻成韭菜 看来北京的运队措施 就是割韭菜了 你说的很对 古人云 十有八九 就是说十个忠诚 有八个是韭菜 所以对酒当割 不割白不割 开始时会有些不适应 但是只要一直割下去 就会久而久之 越当越习惯 更可贵的是 有的人割酒了 还会酒病成医 无论多么艰难 都能够乐观以对 有句唐诗说的好 韭菜割不尽 春风吹又生 当才为您送上的是 系列十字小评 外交部大实话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